马王堆汉墓发掘竟然出现过2000年前的偶片 这是真是假 因为女尸不服 有人说历史上科技出现了大倒退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有人说马王堆千年女尸的名字其实不叫新锥 那它到底叫什么名字呢 敬请收看本期经典传奇 大家好欢迎收看江西卫视经典传奇 我是幻之 1971年长沙东郊一座工地 意外发生了一桩怪事 当时当地驻军想利用东郊两座相连的土丘建一座地下医院 却没想到工人在地下钻探时 突然从钻孔里冒出了一股呛人的气体 有人用火一点不得了 立马出现了一道神秘的蓝色火焰 这什么情况啊 工人们感到害怕 立马把情况报告给了上级 很快消息传到了这位湖南省博物馆的侯良先生这儿 他的第一反应是工地下面很可能有一座古代墓葬 为什么呢 因为在以前的考古工作当中 侯良遇到过类似的情形 这种会冒出可燃气体的木呢 湖南土化有一个特别的名字叫火洞子 也就是火坑木 那么哪来的气呢 随葬品在古墓中腐烂后产生的沼气 只要墓葬密封 沼气就会聚集 一旦密封被打破 沼气就顺着洞口往外喷 问题来了 长沙东郊工地下边真的有墓葬吗 经过勘测呀 还真有 不仅有还特别的大 您来看 这是墓葬清理出来之后人们看到的情形 一座典型的汉代奢华大墓 墓口南北长20米 东西宽17米 整个墓葬的深度更是达到了20米 那么这是哪座墓葬呢 起初因为地面上两个土丘外形 很像马鞍 原名叫马鞍堆 后来啊 这民间误传 他就有了一个非常有名的名字 没错 你很熟悉 叫马王堆 那么我们今天说的呢 就是马王堆汉母 有人估计要说了 马王堆汉母 我知道啊 说了太多次了 因为出土过千年不符的女尸 新追夫人嘛 那震惊中外 她的故事我早就听说过了 没错 马王堆汉母世界文明 尤其是新追夫人 那大名鼎鼎啊 是吧 如雷贯耳 可是我估计有关马王堆的很多重大谜团 您之前未必注意过 尤其是后来有专家还提出新的说法 说众所周知的新追夫人 她的名字其实不叫新追 怎么样 没听说过吧 那么接下来 咱们就来说说 除了诗诗新追夫人 马王堆 还有哪些被人们忽略了的重大谜团 先说新追夫人的发现啊 回到当年 一号墓中果室的外部清理完毕 开关在即 在汉朝贵族常用的藏制呢 是外国内观 那么果室里边有什么呢 话说当时 就在厚重的果板被揭开的一瞬间 所有人都被眼前见到的东西 惊得目瞪口呆 这里特别说明 让大家惊呆的 不是精美的随葬品 而是一种 无论如何 你也难以想到的东西 丁口揭开 哎呦 下边是水 漂了一层藕片 这两千多年的藕片 很清楚 一片一片很清楚 哎呀 这么一汗 大家逗看 这稀奇的事都干 您没听错 当时大家看到的 藕片啊 真的藕片 不可思议吧 藕片是什么 食物啊 碳水啊 是不是 天底下有哪种食物 可以两千多年不服呢 应该是找不出来的 但是 当时人们看到的 确实是两千年前的藕片 这该怎么解释 没法解释啊 只是特别可惜的是 这不可思议的一幕 刚刚出现不久 紧接着又发生了 唯一的一幕 专家说当时本想把这些藕片赶紧送回博物馆 用专专专业社会保存起来 可是没有想到 就那么几分钟 所有的藕片神秘的消失了 为什么会这样啊 专家认为 这是空气氧化的结果 可是这种氧化具体是 怎么导致藕片消失的呢 因为藕片已经变成一锅汤了 没法研究 就此沉迷啊 好 继续来说开关吧 庞大的棺果层层加套 直到打开三层裹板 安放牧主人遗体的内棺 这才出现在考古人员面前 而您不知道的是 内棺出现之时 考古人员再次震惊了 因为棺盖上 竟然覆盖着一块 T型的巨幅神秘薄画 瞧 这就是后来经过清理的薄画 长达两米 关键是它完好无损 薄画的出现 为什么会让考古专家们震惊呢 这里咱们又要特别的来说一说 这幅薄画从上到下 共分为三个部分 分别描绘的是 天堂 人间和地狱的场景 据考证 类似的图案呢 在西汉时期的绘画也有出现 并不稀奇 这大概是当时的人们 表达对于人神 共处的一种向往 但是这样的薄画 能够从汉代保存至今 而且还完好无损 这在中国考古史上 是史无前例的 为什么这么说呢 就因为它是薄画 所谓薄画 先了解什么是薄 对不对 薄就是白色的丝薄 是吧 中国的传统 卷本画以前呢 是以白色的丝薄 为材料的一种绘画 注意 它的材料 白色丝薄 那是采用百分之百的 头盗 丧蚕丝 不僵 不反 不脱 也就是不经过任何 特殊处理的一种材料 而我们知道的 蚕丝是什么东西啊 有机物啊 有机物 想要长久保存 最怕的是什么 没错 或者养化 那您说 这样一幅巨型的薄画 在地下保存了2000年 居然还完好无损 请问古人 究竟是怎么做到的 这是个谜 令人震惊 那么接下来 打开内观 考古人员继续震惊 他们看到了什么呢 没有看到牧主人的尸骨 只看到一团 裹得严严实实的 丝绸物 它身上盖了两层 那个等于是杯子 非常漂亮 非常炫艳的 那像星际一样 注意专家说的 那个丝织杯 简直就像是新的 各位刚才说了 因为氧化的原因 丝绸制品很难长期保存 可是在马王堆 这好像根本就不是问题 违背了我们 认知事物的常识 古人究竟是怎么做到的呀 考古队员们 也来不及多想 因为紧接着 他们就发现了 堪称奇迹的 心追附 这里呢 咱们再来重温一次 奇迹出现的那一幕 话说当时因为牧主人身上 层层叠叠裹了 二十层衣物 而内官又既有官业 经过长期浸泡 那些丝绸啊 麻织品啊 整个都粘连在了一起 所以呢 为了一层层揭开这些衣物 考古人员整整 花了一个星期的时间 这里有个情况 你可能不知道 当时啊 因为汉墓的年头 超过两千年 起初考古人员 并没有想到 会发现尸体 可是没想到 就在揭开衣物的过程当中 工作人员发现不对劲了 那就不对劲了 他们呢 闻到了酸臭味 而且越往里 这味就越浓 那每天呢 我们都再来搞 那臭的不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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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儿来的臭味啊 就实臭啊 应该是尸体腐烂的味道 可是两千年前的墓葬 按道理尸体早就腐烂的 什么都不剩了 不应该有这些气味啊 全都分解了 是不是 在这个时候 考古人员 这才意识到 层层包裹的衣物里头 很可能就包着奇迹呢 那么那天凌晨三点左右 当专家揭开 最后一层麻布的时候 哎呀 眼前的形形 让专家整一个 就完全呆住了呀 麻布再下去 就到了 我拿手一摸啊 就觉得有点软软的了 最终出现在面前的 是一具保存完好的 女尸 不仅皮肤 仍旧是淡黄色 按下去还有弹性 甚至部分关节还能够活动 而更加惊人的是 往女尸体内注射防腐剂的时候 尸体的软组织随之鼓起 然后逐渐扩散 这是什么情况啊 这跟新鲜的尸体完全一样啊 不用说 这具女尸就是著名的心锥夫人 心锥夫人的面试 不仅是世界考古史上的奇迹 更是人类历史的奇迹 此后人们一直在追问 马王堆的女尸历经两千年而不朽 她究竟是怎么做到的 甚至有人因为 马王堆女尸不朽这件事情 开了一个巨大的脑洞 怎么开的呀 说历史上人类的科技水平 是不是有可能出现了大倒退啊 这具体应该怎么能理解呢 怎么下结束 千年女尸不服 原因为何至今成迷 马王堆汉部的发现 为什么是继敦煌之后的 又一次中国古籍大发现 而有人说 千年女尸的名字 其实不叫新锥 她到底叫什么名字 经典传奇继续为您解密 上集也说到 因为马王堆女尸千年不朽 有人就大开脑洞 说人类的科技水平在历史上 是不是可能出现了倒退啊 为什么呢 因为直到今天人们还在探求 马王堆女尸的不朽之谜 但是没有一种解释 能够让人们完全信服 具体我们来看看都有哪些解释 有哪些观点和随之而来的分析 我们知道 正常的情况下 实施想要不腐烂或者延缓腐烂 在环境上必须满足三个条件 一 低温 二 恒温 三 无氧 马王堆旱木是什么情况呢 深埋地下20米 温度确实比较恒定 也比较低 但是不可能很低啊 最关键的点在于呢 尸体在墓中能否接触到空气 只要有空气 尸体就会出现腐化 所以有人认为 马王堆女尸千年不朽 很可能 墓主人下葬的时候 古人用了某种特别的方法 把空气挡在了墓室之外 那么好 什么特别的方法 最初啊 因为女尸出土的时候 内官里头积有大量的官叶 有人就认为 这种官叶很可能是一种 特质的防腐液 它可以有效地隔绝空气 抑制细菌的繁殖生长 真想 是不是这样 考古人员对官叶做了检测 发现官叶里头含有 乙醇和乙酸的成分 PH值呢 是5.18为弱酸性 从理论上来说 弱酸的环境 确实有助于抑制细菌的繁殖 但是 这些官叶在防腐的问题上 却根本没有效果 这个 是没有任何晓得 没有任何晓得 等着您 从我们的试验来讲 这个官叶是没有防腐作用的 没有防腐的作用 那这些官叶是哪来的呀 干什么用的呀 有人认为 因为棺木深埋地下 这些官叶很可能是 地下水常年渗透进去的 确实 棺木渗水在南方墓葬当中比较常见 然而针对这个说法有人反对 我反对这个说法 为什么 来看墓葬的结构 马王堆一号墓的果实 是设置在20米深的木坑底部 考古人员发掘的时候注意到果实四周堆积着半米厚的木炭 木炭的外边是厚达一米的白高泥啊 我们知道木葬里面放木炭为的是吸收渗入的水分和湿气 而白高泥又起到什么作用呢 他的学名叫魏晶高泥土 它是这个东西啊 他保护了它 这东西密度很大 第一次局啊 用那个机器来开它24小时 它不漏睡 就这么厉害 注意啊 节目开篇我们就说了 马王堆旱木是怎么被发现的 那是因为钻洞的时候冒出了沼气 而沼气哪来的呢 随葬品腐化而产生 因为墓室密闭性好 找其一直积蓄在墓室里头 直到钻孔打穿保护层 他们才喷出来的 这说明厚达一米的白高泥 确实起到了很好的密封效果 试问这样的密闭环境 有可能渗入大量的地下水吗 所以啊 针对这个情况 有人对官业的来源又提出了另一个观点 说内官出现的官业 应该还是古人特制的防腐业 可为什么检测不到它的防腐功能呢 那是因为官业已经不是原始的官业了 比如说包裹女尸的衣物浸泡在官业当中 衣物里面的成分可能跟官业发生了反应 又比如人死之后 体内的水分会逐步分解下出来 也就是通常说的湿结水 那么湿结水融入防腐液 也会导致防腐液产生变化呀 那么真的是这样吗 专家说 如果官业真是古人特制的防腐液 那么另外有一个现象就没法解释了 什么现象 女尸身上的衣物 你不是说这个丝绸是蛋白质 是有机的东西 它不怕酸 这关水是酸的了 关水的皮盖区质是百分之五 但是呢 这个丝绸坏了 这个麻布是植物纤维啊 是不是 它本来怕酸 结果它非常结实 听到没有 这些情况显然违背了现代人的认知 可究竟是什么导致了这些反常的现象出现呢 我告诉你啊 现在的物理学家 生物学家 化学家 我们说科学如此昌明 无法给出完全的解释 而这些 也就为历史出现科技倒退的这样的说法 提供了基础 现代科技解释不了古人的方法呀 这不是倒退又是什么呢 持这种观点的人 还有证据 说马王堆的发掘证实 一号墓主人心追夫人 是长沙国丞相立仓的妻子 而她和所有的贵妇人一样 都很讲究穿着打法 为什么呢 因为墓葬一共出土了 一百多件 丝制品和衣物 丝绸 刺绣 织锦 应有尽有 所以有人把她的墓 称作是古老的地下时装修 而就在这些时装当中 这件透明的单衣震惊了世界 为什么呢 因为这件单衣啊 只有48克 如果去掉领口和袖口的箱边呢 甚至只有25克 据说折叠起来 可以装进一个普通的火柴盒里 这次这个残死啊 那是质量相当高 你看那速杀单衣啊 不到一两种一件衣服 就说明她这个死啊 又细又勇 非常勇重 质量相当高 注意了 这个速杀单衣的质量之高 现代人做不到 为什么 因为这件速杀单衣 问世之后 有人想仿制一件 可是不管你用什么工艺 都做不到这件单衣的 青和薄 到不了那个程度 还有 新追夫人还留下了不少女人化妆的用品 虽然过去了2000多年 却一点也不比现代女人的用具逊色 比如说 这件漆盒 是新追夫人的化妆盒 里头分两层 上层放着一面铜镜 下层有9个小盒子 里面装着粉铺 粉刷 木书 以及各种胭脂白粉 等等化妆品 可谓是一应俱全 此外 新追夫人还戴着漂亮的假发 假发盘出了一个发际的模样 用三枚不同质地的簪子 别在真发上 这跟现代人的假发工艺 几乎一模一样 这还不是最惊人的 最惊人的是什么 是这些漆漆的工艺 您来看 您看得出来 这些漆漆漆面是原始的状态 还是后来修补的吗 估计很多人会说 这些漆漆色泽饱满 看上去就跟新的一样 肯定是后来修补的嘛 您如果这么想的话 不怪您 因为当年这批漆漆展出的时候 前来参观的各国友人 他们也是这么认为的 我们不要笑他们没有见识 因为我们也一样 专家告诉他们 这就是2000年前漆漆原来的样子 当时那些个 外国友人是怎么也不相信 因为超出了他们的认知嘛 直到仔细研究 确认他们没有任何现代工艺的修复痕迹 最后他们才对中国古人的先进工艺 发出了由衷的赞叹 另外 马王队汉墓出土的文物 还有两件让世人震惊的东西 什么呀 您来看这 这是马王队的三号墓 三号墓虽然没有像一号墓那样出现惊人的诗诗 但是他却成为继敦煌之后 中国最大规模的一次古代典籍发现 因为墓里出土了大量 失传千年之久的古迹 以至于马王堆的博书和竹简 后来形成了一门独立的学科 这就是马王堆学 那么另外一样令人震惊的东西是什么呢 三号墓里边的图画 来看这幅画 这是什么呀 这是彗星图 这幅图将彗星的形象和位置描绘得极为真实 几乎让人怀疑这是使用现代望远镜观察的结果 而您再看这六千多字的五星毡 在古代这是古人的毡星术 但是呢 他把水星金星火星木星和土星 这几颗太阳系的五大行星的位置 以及运行的规律 它是描述的十分精准 这些情况说明 西汉时期的古人对天文的了解 已经相当陷进了 甚至不逊色于今日 也正因为如此 所以有人说 两千年前中国古人的科技水平 绝不是我们现在想象的那个样子 好 说了一大堆有关马王堆的 这个以前人们忽略的地方 咱们再来说一个 马王堆你可能意想不到的事 而这件事情跟马王堆最著名的女士有关 前面说了 马王堆女士心追夫人的发现 最令人震惊 而我们是怎么知道女士的名字叫心追的呢 是因为在马王堆一号墓出土了一枚古制的印章 上面刻着三个字 窃心追 但是有古文字学家研究认为 马王堆一号墓主人名叫心追的说法可能是错的 所谓心追两个字啊 其实应该是一个字 就是躲避的避字 哎呦惊着了啊 心追夫人应该不叫心追 或许应该称她为避夫人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判断呢 首先 对比战国中晚期至西汉初期的印章字体 可以大致确定心追两个字与避字 在当时的字形上是非常相似的 仅有的区别在于心和锥之间的那个部分 有人认为呢 锥字的字形在战国秦汉时期呢 它的右半部分没有出现过类似于印章当中的写法 相反 B字中间部分却与印章中的字很相似 还有人从传课印章的习惯来分析 说如果是窃心追三个字 那么习惯上印章应将窃单独刻在一边 占两个字格 剩下两个字上下布局 而不是三个字以字排开的形式 所以心追二字极有可能是一个字 那就是B 当然了 这位两千多年前的女子到底是心追夫人 还是B夫人 目前学术界尚无定论 湖南省博物馆呢 仍然称之为心追夫人 这是因为考古学最讲究严谨 比如说国之重器私母物顶 后来更名为后母物顶 这背后是有着大量的资料证据作为支撑的 同样想给心追夫人更名啊 也需要更多的证据才行 咱们就暂且先称她为心追夫人吧 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您不仅可以观看往一期精彩节目视频 还可以参加各种线上线下的活动 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